哈囉,我是Vion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媽的愛用品 那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首先呢,要跟你們分享這兩個是氣墊的寬梳 那這兩個我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就一起跟你們介紹 首先呢,是這個 這個是摩洛哥悠遊的寬梳 因為我大概從生完小孩大概四個月左右吧 就開始瘋狂的落法 就是每次梳完頭髮這樣一抓 就是一整處的頭髮 我跟你講,看到那些落髮真的心情會很差 好像這是荷爾蒙關係吧 就是沒有辦法去改變 所以好像就是一定會經歷這樣的情況 那我最近就是愛用這個梳子呢 因為洗完頭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梳子這樣子把頭髮梳開 用這個梳子把頭髮梳開呢 它是比較不會打結 然後用起來很舒服 就是它梳的時候不會讓你頭皮很痛 我很喜歡這個摩洛哥悠遊梳子的 原因呢,是因為它下面有一個這個 它這個梳子呢 因為我掉非常多的頭髮嘛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刮 就是把你梳下來的頭髮刮一刮以後呢 這樣一抓,就是一整撮就會下來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還蠻討厭看到梳子上很多頭髮 所以它的這個設計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 這兩個梳子它都一樣是寬梳 也是氣墊梳 這個是Aveda的 它是木頭的質感 比起來呢,它這個是比較輕 然後這個它比較重 但是因為它有它的優點嘛 它們兩個差別呢 是在這個梳子它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尖 這個的它是比較尖一點 然後它們兩個都有氣墊 這個氣墊梳呢 它梳起來就非常的舒服 我通常會用這個摩洛哥悠遊的梳子 把頭髮施髮的時候把它梳開 然後把落髮就是拿掉 之後呢,吹完頭髮 會再用這個Aveda梳子去梳 因為這個Aveda寬梳 我覺得它這個頭呢 這個地方它是比較細一點 比較尖 所以它梳起來會更有感 就是很紓壓 因為媽媽現在就是壓力很大 每天帶小孩上班真的很煩 頭皮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我就是每天會用這個梳子這樣梳 我覺得很舒服 這兩把其實你選一把用就可以了 其實兩個都是差不多的功能啦 只是我就是看到很多人推薦這個Aveda寬梳 我就買了用 那實際上這個用起來 它梳起來的感覺是比較刺一點 會更有感 它的用法呢 其實就是可以這樣子梳開 然後可能你可以這樣子左右 然後梳不同邊 由後往前梳 你就會覺得整個頭皮都被按摩到 非常的舒壓 非常的舒服 現在按完就會覺得 一股爽感 所以 這個寬梳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好像也可以這樣子拿來打 我是覺得用打的我沒有什麼感覺啦 但是 用梳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蠻舒服的 另外呢 梳完頭髮的話 它也不會有靜電 它還蠻順的 所以看起來髮質也蠻好的 所以這兩個梳子我都非常的推薦 但是我是覺得 挑一個買就可以 就是看你的需求 如果你想要比較 按摩更有感的話 你就買這個Aveda的 它也是比較輕 然後質感看起來很好 它是木頭的 這個摩洛哥悠遊的話呢 它是吃髮的時候梳 它不會打結 就是你梳頭髮不會很痛 那梳完以後 它還可以用這個去做清理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也不錯 它梳起來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刺痛 所以如果你比較怕痛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摩洛哥悠遊的梳子 那接下來要推薦的是這個 KELS的激光極淨白蛋斑精華 我覺得如果你有在followKELS的話 這個應該不陌生 因為非常非常非常多人推薦這個東西 那這一罐呢 之前我懷孕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用美白的產品 我都是比較用保濕的 那現在生完小孩 我就開始用美白 那他們家的這個蛋斑精華 我覺得它用起來非常的有感 因為呢 我用了這一瓶 你看剩下一點點 看得到嗎 那用這一瓶完之後 最近其實蠻多人問我是不是變白 其實我還是照樣的曬太陽 因為我平常還是要上班嘛 那我的生活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呢 就是蠻多人問我是不是變白 所以我覺得這罐非常的有效 但是它有沒有淡斑的效果 我就不太知道 因為我臉上沒有太明顯的斑 所以這一罐我覺得是可以讓皮膚 很明顯的 就是比較有亮白的效果 而且它價格也不會到很貴 還算是OK可以接受的範圍 KELS的東西 他們家的東西真的非常好用 我自己愛用的是有這個 美白精華跟他們的冰核糖蛋白霜 那最近愛用這個 美白精華會變白 接下來是這個 MECON的光療美膚仪 其實這個東西呢 沒有什麼人推薦 然後我也是無意中 就是逛韓國網站上看到 剛好朋友去韓國就請他幫我買 這個美膚仪呢 其實我家有很多類似相關的東西 你們可能有聽姐夫罵過我說很愛亂買 我之前就是逛網站的時候無意中看到這個東西 網路上也沒有什麼評價 我還是買回來用看看 那它是宋惠潮代言的 就是想到宋惠潮那麼沒用的話 我就也會蠻想用的 然後呢 這台機器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因為它很小 你看 它就是只有手掌大小 它是用微電流的方式去用光照 然後讓皮膚變好 它一共有四個模式 然後就是你這樣子長按下去呢 就開機了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顏色 就是有藍色 黃色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然後有紅色 這幾個不同的顏色呢 就是代表不同的功能 那藍色的話它就是保濕的效果 黃色的話它就是淡斑 然後均勻膚色 紅色的話它就是加強彈力 跟就是比較抗老的效果 這幾個不同的顏色 它用起來感覺是不一樣的 它是需要一些戒指 但它不像有些品牌呢 一定要買他們家單獨的膠 我覺得很麻煩 而且可能就是保養上 又怕機器壞掉什麼 這個不用它很方便 它就是用你一般的精華液啊 乳霜 你都是塗多一點 塗厚一點 依照你皮膚的這個弧度 然後就這樣子慢慢的移動 然後去讓皮膚 就是有均勻的照這個光 就會有效果 藍色呢是保濕 看得到嗎 有顏色有沒有 不同的顏色 黃色的話 顏色應該不一樣吧 黃色的話它是比較淡斑的 紅色 紅色的話它是比較 針對皮膚加強彈性 然後比較抗老 它每一個不同的顏色呢 它的那個微電流的效果 是不太一樣的 它的藍色是比較一般 就是沒有那麼刺痛 但是黃色就會有一點點比較 它的那個電流你會聽到 它哒哒哒哒哒哒就會比較快 然後紅色是最快 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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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會 它真的是會有電流的感覺 就是用上去以後 它會有一點刺痛的感覺 但是呢 如果你的皮膚保濕做得比較好的話 皮膚的濕度比較夠的話 你用上去就比較不會那麼痛 所以一開始我在用這一台的時候 就覺得有一點痛 但是用到後來就比較沒有感覺 我現在用紅色的話就覺得還OK 但是你一定要塗上戒指 就是可能根據不同的效果去塗 不同的精華液啊 或是乳霜乳液都可以 但是不能是那種太乾的 那我覺得這一台我要推薦的原因是 因為我用完 我是覺得我皮膚好像有比較穩定一點 當然不是說我比如說斑就沒了 或是皮膚真的就是完全的抗老 皺紋都不見什麼 可是我覺得像眼下的細紋 用紅色啊 眼下的細紋是有明顯的變比較淡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用 還有呢 它的另外一個優點是 它就是每一個不同的模式 是大約三分鐘左右 所以非常適合 就是像我現在非常的沒有時間 又很懶的媽媽 我就是塗上我的保養品 或有時候就是濕敷面膜的時候 會用在上面這樣子 這樣滑滑滑 然後可能就是看個電視啊 上個網 就是大概三分鐘左右 就可以做完一種模式 那如果說 你真的很沒有時間的話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模式 是這個白色的模式 白色的這個模式就是保濕 然後淡斑跟抗老都是各一分鐘 所以你就是在一分鐘之內 把這些模式用完 然後就結束療程非常的快速 然後也不用再多花錢 去買其他的戒指啊 膠啊 我覺得這種都很受限 我就是討厭麻煩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台 然後出門攜帶也很方便 如果說你出國或什麼的話 這個戴著也不會覺得很不方便 用完的整體效果 我不能說它 明顯讓你皮膚變得超好 可是呢 就是皮膚變得比較穩定 像我現在 真的是當了媽以後 沒有那麼多時間保養 不會像以前用什麼導入儀啊 然後導粗啊 然後再去刮啊 什麼 真的沒有時間的話 用這一台呢 它是有讓我的皮膚 在很 就是每天保養時間 變短的情況下 也沒有變差 所以我非常的推薦這一台 接著我要推薦的是這個 雅詩蘭黛的粉嫩慾望全校修護唇膜 這個呢 之前我是看Catie的影片介紹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心動 我就買了 買了以後 我跟你講 驚為天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保養 所以呢 晚上 早晚我都會用 就是早上出門前 跟晚上睡覺前 我一定會用這一罐 它是唇膜 它裡面是這樣子淡淡的粉色 可是擦上去是沒有顏色 它就是 有點像唇釉啊 或是唇蜜的感覺 是亮亮的 它會有一點點的微黏 但是呢 用起來 我跟你講 用完這個以後 你隔天啊 如果你有死皮什麼的 隔天早上起來 那些死皮都會不見 然後一整天下來 像我就是早上會用嘛 我沒有另外補擦 一整天下來 你的唇況都是非常好 不會說看起來有死皮很乾或什麼的 所以這一罐我非常的推薦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 我覺得它的質感沒有到非常的好啦 就是一般的塑膠 然後它打開的時候 沒有說那麼的好開 就是它比較緊一點 但這也不影響它的使用 所以我覺得 這一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再來我要推薦的是這個 極小Photofest備份方塊 不管是媽媽還爸爸 你們一定都知道 手機的空間永遠不夠用 不管怎麼樣滑手機 滑滑滑滑滑 永遠都是baby的照片 因為你可能看到它 哇好可愛喔 就想拍它 只要你一拍 絕對是20張以上 因為反正baby也不好抓拍 然後呢 你拍完 你也捨不得刪掉 20張你都想留下來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Photofest備份方塊 那這個很棒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能就不需要 花很多錢去買雲端的空間嘛 我想雲端的空間 還是會有用完的一天 因為看小孩的照片 真的太療癒了 就是姊夫之前 每天都會約我說 晚上我們睡覺前 我們還會一起看小孩的照片 超有病的 就是會很想看他的照片 尤其還有影片 影片都是隨便一拍就很長 手機的空間 真的是手機一換新 馬上就要滿了 所以呢 有這個備份非常的方便 他的好處呢 就是他可以跟充電一起 你就是這邊呢 還有放一個記憶卡 你只要把記憶卡插下去 然後用手機下載他的App 之後呢 你只要充電他就幫你備份 他不會像說你還要自己去 把照片就是一個一個選取 然後丟到那個 隨身硬碟裡面 很不方便 而且啊 你把照片丟到隨身硬碟 其實那個速度很慢 你可能一丟就是幾十分鐘的那邊等 我跟你講這個超級快 就一插 然後他就這樣 跑跑跑跑 就一下就把所有照片的備份完了 超棒的 他還有一個超級超級棒的優點 就是他不會重複備份 因為你常常自己 就像我以前啦 可能備份的方式就是 把手機插著 然後丟到隨身硬碟 那你還要看 欸我上次備份到哪裡 忘記了 又要重新備份 超麻煩 那這個他不會重新備份 然後他好像還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不同的手機去備份 他不會重複備份到 但是這個功能我沒有用過 我不確定 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用 但我覺得目前用起來呢 這個方塊 哇 超棒的 然後你備份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繼續充電 所以完全不會有任何的不便 你可以每天就這樣 插在那邊充電 他就幫你備份 然後也不用怕照片丟掉 我覺得超棒的 我覺得新手爸媽 如果你不想要買雲端的空間 這個真的可以買 再來呢 美妝用的都推薦完以後呢 我要推薦的是一個吃的 我要推薦的是這個 HARBI的復果樂水果麥片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個呢 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因為我從小 我就不吃麥片 我覺得麥片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吃麥片 因為麥片不是都是一片薄薄的嗎 它只要泡到牛奶裡面 就會變成軟軟的 我覺得口感很噁心 然後所以我從小到大 我從來沒有吃麥片當早餐過 但是呢 我之前回台南的時候 沛就推薦我吃這個 我真的是覺得超級好吃 他弄給我吃以後 我整個愛上 然後自從我回公司上班之後到現在 我已經吃掉了三包 這是第四包 我已經開了第四包 沒有誇張 超好吃的 它這個牌子是日本的KARBI 它沒有出很多很多口味 然後如果在日本買的話 好像比較便宜 可是這麼重的東西 你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每次去日本就帶一堆回來 所以現在呢 Costco有在賣 所以可以去Costco買 這個好好吃喔 它這個是1000克的 然後日本買的話 好像是800克的 價格的話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差很多 這一包的話 好像是390 370 390左右 它裡面是這種 骨片的 它不是像麥片一片一片 它是骨片 然後吃起來硬硬脆脆的 它就是像很好吃的餅乾 味道就是微甜 但是它不會到很甜 所以吃起來是很爽口很好吃 它裡面除了骨片以外呢 就是還有不同種 像我看一下 草莓 蘋果木瓜 葡萄 哈密瓜 的這種小小的果乾 我找不太到 裡面有 你看 有葡萄乾 然後 這個應該是蘋果的果乾 然後有草莓的小果乾 它吃起來就是 酸酸甜甜的 很好吃 木瓜的話 可能就是有一點 類似小小的 像軟糖的口感 但是呢 它吃起來不會到很黏牙 非常的好吃 我平常早上的話呢 每一天 我就是切一份水果 然後 加優格 就是比較偏酸的優格 然後加牛奶 跟這個吃 我每天都吃這個 我跟你們講 它不只很好吃 吃完以後呢 我最近體脂整個變少了 就是體脂有減低 雖然說我本來體脂是蠻高的 但是我吃完這個 我明顯的體脂有減低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 就是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呢 它也不算是可以減肥啦 但是至少呢 吃起來是比較健康的 我每天吃這個 我同事經過 我永遠都會問我說 你怎麼還吃不膩啊 我真的還沒有吃膩欸 真的好好吃喔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但是目前 我有吃過一兩種口味 我是覺得這個就很好吃了 其他口味的話 台灣可能就沒有賣 那這個的話 Costco賣 推薦給你們吃 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最近買給姐夫吃 他也覺得很好吃 所以呢 早餐如果用這個去取代 澱粉麵包啊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最後要推薦給你們的呢 也是吃的 但不是我在吃 是淺淺在吃的 是這個 漢克寶寶的副食品 那如果你有在follow我的IG的話 你應該會常常看到我一直在為淺淺吃副食品 然後 她現在五個多月嘛 她從四個月開始我們就讓她吃副食品 她副食品吃得非常好 但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很懶惰的媽媽 我懶得去研究副食品怎麼做 而且我也不想要就是 每天去買菜洗菜 然後做一堆副食品 冰起來 我就覺得 好麻煩喔 所以呢 我就上網看 蠻多人推薦這個漢克寶寶的副食品 先說喔 這不是業配 這就是我買的 然後 我有買不同的牌子 我有買過幾個不同的牌子 那目前呢 我都是給淺淺吃漢克寶寶比較多 因為她吃這個 吃得很習慣 她也很喜歡 那他們家呢 就是有分 有些牌子 我也想試試看 但他們可能就沒有從那麼小開始 那漢克寶寶是從四個月開始就可以吃 那一開始你可以買比較單一品上的 他們有地瓜泥啊 南瓜泥 但我一開始就有買這種比較綜合的 就是像 綜合根莖泥啊 或是 他們有很多欸 綜合水果泥 或者是比較像有粥類的 就是有加米的 什麼蘋果燕麥米泥啊 什麼的 我每一種都會買來給她試試看 那基本上呢 她目前為止 全部她都吃得非常的好 她很喜歡 他們是這樣 一盒就是100克 那一盒100克呢 價格是40塊 我覺得不會很貴 剛開始我給她試的時候 一盒可能就分一半 然後讓她吃50克左右 可是大概一個禮拜後 她就是整個愛上吃副食品 通常我用的時候 我自己也會偷吃 我覺得大部分口味都超好吃的 只有一個口味她不喜歡 就是芝麻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本身也不太愛芝麻 但她也不愛那個口味 那個口味吃起來有一點苦苦的 所以 可能 沒有 不是所有小朋友都喜歡 那她其他的口味 因為她吃起來都是 算是有一點甜甜的 很好吃 我覺得 有時候我都會想說 她沒吃完就要幫她吃掉 欸 可是她每次都吃完 很酥 然後最近呢 還買了像這種 6個月 因為她已經快要6個月 然後我就買了像 小白菜玉米豆腐粥 她這個就是好像要三個一份的 然後我就買來試試看 我想說之後大概再過一個禮拜左右 我就可以給她吃這個看看 那我覺得 當然是有很多媽媽 非常非常的用心 去做副食品 買有機的菜啊 然後 很用心的去做 但是呢 因為我平常要上班 我真的沒有空去做這些東西 而且我對做菜 非常的沒有興趣 然後我也 我完全不想做 那本來是想要讓給爸爸 去做這一件事情 但爸爸也很忙 所以我就用買的 結果意外的呢 她 很買單 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而且 像買這種外面的 其實基本上 他們都 就是買 如果你是買有牌子 大廠牌的 的這種副食品的話 其實他們都有 經過一些檢驗 所以吃起來是可以蠻放心的 那之後的話 我可能也會再陸續買其他家 不同的副食品來試試看 因為畢竟我就不想做嘛 我就 再多買幾個不同的牌子 來試試看 那如果有不錯的話 我再推薦給你們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你們分享 近期媽的愛用品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幫我按個like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